他觉得我如果做苦修的话,苦行的话,那么主Brahma可以赐我所有的东西。 那么他在山上的时候做一种苦修,就是说在脚趾的肩的话, 我们如果做这种姿势的话,顶多是几秒钟或几分钟都了不得了,那么他却做了几千年。 那么那时候人们寿命是十万年的。 那么在脚趾点地这样子的一个姿势,当时这个蚂蚁都把他的肉和皮都吃了,最后只剩下骨头。 那么当时他非常的坚决的,所以这种时候的话,他将他的灵魂收入这个骨髓里面。 那么当时高等星宿的伴神目击了这种苦行,觉得非常的不安了,他们就请求主Brahma。 那么当时呢,主Brahma就骑着他的这个天儿的座骑就飞来了。 然后他用他的这个湖啊,圣水啊,洒到了他的身上的话呢,他立即获得一个呢,很漂亮的,完美的这个肉身。 那么这时候呢,Hiranyika Shippu paid his obeisances to Lord Brahma. 那么这时候呢,Hiranyika Shippu向主Brahma顶拜。 Brahma said,What benediction do you desire? 主Brahma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祝福? and Hiranyika Shippu said,Oh,I want to become immortal. 他说呢,我想永生。 and Lord Brahma said,Unfortunately I cannot give you that benediction, because even I myself,although I can live for trillions of years, but even eventually I must die. 那么主Brahma说,非常抱歉,不能给你这种祝福。 因为就算是我,尽管活了,能够活了,数以造一年,也要死的。 那么Hiranyika Shippu他就自以为很聪明了, 他就说了,那好吧,那你给我祝福,不要在白天,也不要在黑夜死。 and Lord Brahma said,Yes, I give you that benediction. 主Brahma说,那可以,我可以满足你,就给这个祝福给你。 那么Hiranyika Shippu再说了,他说,要我呢,不要在陆地上,也不要在水里面,也不要在空气中死掉。 那么主Brahma说,好。 他说,要我呢,不被任何人所制造的武器所伤。 OK,他说好。 他说好。 让我呢,不被你所创造的任何生物体所杀,包括人和动物。 所以主Brahma呢,同意他所有这些要求,条件。 Hiranyika Shippu, he raised his arms in the air, and he said, Now I am immortal! So now, Hiranyika Shippu, he began to terrorize the universe, because he was so powerful. and he fought against the demigods, but the demigods, they simply fleed from him in fear, and he occupied the position of Indra, the king of heaven. 那么当时Hiranyika Shippu,因为呢,这样子的,就威力无穷,因为苦行得到祝福, 所以他呢,恐慌了所有的傍省人,那些傍省人呢,没有跟他打,就跑了, 然后呢,他把Indra的这个地方,葬了。 甚至的话,他有这样的力量,能够控制太阳好的运行啊。 甚至能控制夜报这个规律啊,Carma,这个规律。 他把夜报的定律的话呢,就调转过来,颠倒过来。 因为通常夜报定律的话呢,就说呢,做好呢,做好事呢,应该是有好果的。 但是呢,他反过来,他说,谁干坏事呢,就得好果子。 所以呢,Hiranyika Shippu,就说呢,他成为这些统治者,他也因此呢,欢呼雀跃。 那么当呢,Hiranyika Shippu在呢,山上呢,苦修的时候,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 那么傍省人认为,他这个恶魔一定是呢,这个儿子也是一个恶魔来说, 所以呢,想绑架他,并且把他杀掉。 那么这些帮神人呢,将他的母亲绑架了,把他拖走。 那么呢,当时呢,Narada呢,就赶过来,就阻止他们说,在这个妇女,这个妇人怀中呢,并不是一个恶魔。 哦,he's a great devotee, so I will take him, I will take her to my ashram, and Narada Muni took her to his ashram, and he began to constantly speak about Krishna to the mother. 那么他呢,将他呢,将他收留在他的 ashram,他的心愿里面,并且持续不断地给他讲的这个呢,Krishna的命题。 那么胎中呢,这个胎儿的话呢,就不断地在听Narada这个讲经。 那么最后呢,在呢,在呢,Hiranya-Kashi Pu,回到宫殿之前呢,他们将这个,她的妻子呢,奉回宫殿。 那么即将Narad Muni的恩典 这个孩子从Hiranyakashipu的妻子的台中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奉献者 那么Hiranyakashipu本人并不察觉到这一点 但是Prahad Maharaj一开始总是对Krishna流露出一种情感 眼中总是挂到泪水 那么到五岁的时候父亲就把他送到学校里面准备教育 那么他父亲想到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良好的教育 包括如何成为一个政治方面的统治者 如何去进行外交波玄 那么有一天Hiranyakashipu坐在这个宝座上 那么他由他的母亲带着去见他的父亲 那么Hiranyakashipu怀着爱心 就把他孩子抱到自己的怀中 然后呢问他 哦我亲爱的儿子 他说你现在上学了 你在学校里学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那么Prahad Maharaj looked at his father's face and with great respect he addressed his father 那么Prahad Maharaj就看了他父亲的脸 以及一位尊敬恭敬的心态 口吻对他说话 那么他并没有称他父亲座 就是亲爱的父亲 而是说魔王 魔中之王 那么说魔中俊杰了 就是最佳的 最好 最厉害的人 I think that the best thing for materialistic persons to do is to give up this dark well of material household life 他说对于物质主义者来说 最好的事的话 就是放弃黑如深井的 这么一种家居的生活 because they are always full of so many anxieties and worries in this material world 因为这种生活 所以这些虾掉了的物质主义者的话 就掉到了生死的深井里面 and they are constantly suffering from all kinds of miseries and anxieties 然后不断地受这些苦头 无尽的苦头 so I think the best thing that they should do is that they should go they should give up this household life this blind well and they should go to the forest and they should take shelter of the supreme lord Hari 那么他们应该做的 就是放弃这个案警 这个看不见的警 而到生灵里面去 脱避自尊主本人 所以在普拉德大军 对他父亲的对话里面 有很多很深刻的教导 那么我们的阿卡拉们 导师们的话 也解释到这些事节里面 的含义 那么这里面 他们举了一个故事 来描述这个教导 那么有一次 有一个人 在森林里面 就说行走 走步 那么他非常地 在那森林里面 他非常地高兴地 欣赏这个临终美景 那么在这很平静的 风景里面的话 他在走着 但是突然间 听到一声巨响 那他转身看到一只老虎 正在张大的嘴巴 正在看着他 那么看着这只老虎的时候 他就心生恐惧了 立即的 就进最快的速度 奔跑 那么一路跑 一路看着 有没有地方可以藏身的 那么他走着走着 跑着跑着 看到一个枯井了 里面已经布满了 这个杂草 那么在那旁边 也是树枝 那么他手抓着这个树枝 将自己降到 那个井中 降了一霸 那么他往井底下一看的话 底下都是一些蛇 正在伸着头 然后再抬头一看 老虎已经到了井口旁边 所以现在他处境 就这样子的 在棒拿掉的 又不能上 又不能下 那么更糟糕的是呢 他手抓着这两个树枝 正在被两只老鼠咬着 那么有一只老鼠 是黑色的 有只是白色的 所以的话呢 一点点的 这个老鼠的话 这个树枝 都被老鼠一点点咬开了 所以他在这种 危机的状态 然后再往上看 看到一样东西 那么当时有个蜂巢了 那么上面的话 有一些蜜露滴下来 那么呢 那这几滴 这个蜜糖的话呢 刚好呢 就在他眼前呢 掉下来 他说呢 哎呦 这里有蜂蜜 他说我应该尝一尝这个 那么他就努力了 把舌头伸出去 想接住这一点呢 那么伸着舌头呢 接住那么一点蜂蜜了 他就说 太甜了 好甜 所以就在那么一刻中 里面呢 他忘记了 他周围的 这个危机的环境 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人 那个挂在那里的人 是谁 就是我们 我们所有人 也就身处 这个物质世界的人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化 都是走向死亡的 谁是那只老虎 就是死的人格化身 没有人可以避开死亡 那么这下面 在那里 那时候是什么 那么就所有 这些物质的痛苦 老年 还有疾病等等 来呢 饲咬我们的 那两只树枝是什么 那么就是你的受限 你有多长的命 那么这个井呢 是什么呢 就是物质存在的 包括你的 在物质世界里面的家居生活 你的朋友圈子 等等这些东西 那两只老鼠呢 也就是说 饲咬这个树枝的 那两只老鼠 就是白天和黑夜 因为一天呢 一天的过去的话 我们生命 已经接近了 这个末端 那么这个蜂蜜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呢 品尝一滴的 刚入 那个蜂蜜的话 就能忘记 他所有的问题 那么这个蜂蜜呢 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 试图从身边 心爱的人身上 我们的朋友啊 我们家人呢 身上品尝了这种爱和情感 但是的话呢 品尝这种蜂蜜呢 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 所以呢 然后普拉的大军 就是说完全觉悟的人了 那么他给予他父亲 是一个完美的教导 那么他说 一个人应该立即 放弃的家居生活 然后呢 去完全脱避Krishna 这样自尊主Krishna 完全的归宜 达到生命的完美呢 穿越这个呢 生死的一定 OK 谢谢 首先我想 向所有的 Tritanti Saniyasi 所有的 Vashna Vashna 一定败 那么 Hirani Kasipu 这个恶魔听了这番话 他在那笑 他觉得很可笑 因为当时 普拉的大军 还是个小毛孩 所以他根本 他没有 不单身 他说 这就是被敌人 所毁掉的 这个孩子的 他的智慧 就这样 他说 肯定有一些 Vashna 的逆探 混在学校里面 就像 Guru Dei的 一些Saniyasi 也像蜜汤 一样 穿入人群 在传播Krishna 自觉 所以 普拉的大军 被宋府学校 接受 正当的教育 过了几个月之后 他又回到父亲那里 他父亲就在问他 你在学校里面 学到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普拉达并没有将他的物资 就是学校里面的老师 当做他的灵性导师了 而是立即想起他的灵性导师 南二的母亲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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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lat Mahal 说 Sravanam Ketanam Vishnus Madanam Pharas Severanam Achanam Vandanam Dashyam Sakyam Atman Vedanam Ethi Pum Sarpita Vishnu Baktis Chanava Lakshanam Ketan Bhagati Ada Maniti Ada Tutam Oh 父亲 如果一个人 归一呢 两位 Vishnu 这两位 Vishnu 是谁呢 有人说了 我只听过一位神 怎么 Pralat Mahal 说两位呢 那么 Krishna 的一个形象的话 是 Vishaya Vikra 就是 享受者 自尊享受者 Krishna 那么 第二个 Bhagavan 我家法 的第二个形象 是 Seva Bhagavan 被称为 自尊的 被享受者 那么 就是 Srimati Radhika 那么 他的一个 扩展的 就是 Sri Guru Path Path 那么 我们尊称 奉献者 为 Om Vishnu Path 因为 他们是 Krishna 莲花族的 在这个世界的 展示 我们看不见Krishna Krishna Krishna 以 Krishna Krishna 这个形象 来到我们面前 来拯救我们 Krishna 所有经典的 都指出了 Krishna 所有经典都指出了 Krishna 跟Krishna 无二无边 任何人归于一个 纯正的灵性导师 去Guru 并且在他指导下 去从事 对Krishna 的奉爱 服务 完全归一二者 进行九项 服务的活动 聆听Krishna 唱颂 冥想 向他献上导文 在神庙里面 崇拜 与主为友 成为Krishna 的仆人 最后是完全归于自己的 任何一个人 在古鲁的指导 下去从事 这些服务的话 他就已经 知道一切 这种知识 在大学 在那些学院里面 并没有 长受这一类型的知识 这就是缺的东西 我们所缺的东西 当Hirani Katsipu 听了这个话 他完全怒怕充胀 他贼罗教的 他教了什么东西 他教了什么东西 给我儿子 他教了什么东西 Sanda means bull, because bull eats so much, pass a stool, that's his life, eat drink and be merry. 所有物质主义的老师都是这样子的,不自己是虾,而且很愚蠢。 老师在那里发抖了,他说,我们没有教他这些东西,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 Parlade, where you got this knowledge from? Parlade said, what can I say?Supreme Lord Krishna, he is like the supreme magnet, I am like a piece of iron, I am automatically attracted to him. 他说,自尊主Krishna就像一块磁石,而我就像一片铁,我只是自动受他吸引。 Parlade Maharaj gave wonderful instructions to his father, Parlade Maharaj was the ideal Vaishnava, he does not care whether that person is happy or sad by his words, he speaks the truth. 他是一个完美的奉献者,他并不在乎对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讲的就是真理。 Parlade Maharaj gave some instructions, 所以,Parlade Maharaj gave a lot of teachings. Na te Vishnu, sva'ata katam hi Vishnu, duru sayya vya bah hirata mani nas, adam te gobir, visatam te mishram, pūna pūnas charvitachā vena nam. O Father, those who cannot understand that service to Vishnu is for their own real self-interest. 那麽呢,父亲吼,那些不明白吼,就说呢,对主 Vishnu 服务吼,是光乎他自己的利益的人。 那麽呢,我们供一些,像面条吼,菜吼给 Krishna, 这 Krishna 什么好处呢? Krishna 吃不吃这个面条啊? He is the supreme lord, completing himself. 他好事呢,自尊主,他里面已经完整了。 They weren't offering to him, actually the benefit is for us. 所以,我们供给他东西,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已。 但我们不能这样想。 There were those who cannot understand that service to Krishna is their own self-interest. 所以,那个不明白吼,对主的服务的话呢,实际上是光乎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人。 Bah hirata mani nas, they always consider external things to be valuable. 这些人,总是把外在的东西看得是有价值。 They cannot understand that Krishna is the real wealth. 而没有,不知道 Krishna才是真正的财富。 Another meaning is, those who are not devotees, they always take the external meaning of the scriptures. 也就是说,那些不是奉献者的人,他们将经典,总是看重经典的外在行义。 They can never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meanings. They can never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meanings. 而主绝,那是已经被主绝过的东西。 Just like someone chews some chewing gum, and they take out all the flavor, Then they spit it out, and another guy picks it up and chews it. How wretched life! 那么就像一个人把口香糖搅了一遍,塗在地上, 另外一个人又抓起来,这个已经被搅过的口香糖再搅一遍。 那么这么悲惨的生活。 Our forefathers have had enjoyed sex life, produced children, earned wealth, then very old they cannot enjoy. They spit it, their children pick it up, they do the same thing. 那么我们的祖先,就这样子的,就是享受性生活,生孩子。 然后呢,赚钱,维系家庭,这样的一个生活。 然后呢,年老的时候做不了了,把这个图给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这个后代。 我们的父母也是,像驴一样,辛苦工作。 可以说,他们为了养育我们,就是说呢,生养我们,已经受尽苦头。 那么受了太多的苦。 然后呢,强迫自己的孩子去走同样一条路。 也就是说呢,强迫自己的孩子去走同一条路。 也就是说呢,强迫自己的孩子去走同一条路。 教育啊,上学啊,工作啊,娶妻,生子啊,这样子过。 实际上,强迫这一点的话呢,讲了一个很漂亮的故事。 有一条狗,一个中国的狗。 这条狗呢,很饿了,肚子。 那么呢,很好运了,他找到了一个骨头了。 那么这个骨头已经很老了,就是说可能三十年了。 那么他实际嚼着,这个骨头睡了后呢,刺到了他的嘴巴,把嘴巴刺破了,那血流出来。 他实际上嚼着自己的血吞下去,他觉得很好吃。 那么其他狗就发现他,这个狗得了一个骨头了,所以就追过去咬他。 可能有五十只狗追过来啊,不是一只。 那么这只狗的话呢,叼着那个骨头了,像那些奥林匹克赛跑样,实际跑。 那些狗,尾随其号了,就紧咬着他,追着他。 所以的话呢,他受苦是什么?就是这个骨头。 这骨头也不能给他带什么快乐,他就因此受了那么大的苦头。 这个骨头的话呢,只是给他痛苦,给不了他快乐,但是他还是要这样依附他。 我们也是类似于此。 所以呢,这就是玛雅的厉害所在。 就是说,那我们依附那些给我们痛苦的东西,自讨苦吃。 而我们对那些给我们快乐的东西,给我们幸福的人的话呢,我们不依附他,不依恋他。 最后呢,这狗将骨头投下来的时候,终于的,又松了口气了。 然后,第二只狗就叼起了这个骨头,其他狗呢,尾随其号又咬他了。 所以,这就是物质生活,主角那些已经被主角的东西。 那是控制不了感官的人的话 他是不能够进行灵性生活的 那么他们对Krishna的倾向 是不能够被别人唤醒的 他们自己努力也做不到 或是两者结合在一起 都不能够令他们对Krishna有倾向 那么这种人的话 接受一个瞎子作为他们的灵性导师 所以因为他接受一个瞎子作为他们的灵性导师 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掉到了坑里面 那个咕噜是瞎的 当然那个门徒也从来没有听 两个人都奔向地狱 我想先走 我先下地狱 他说我先下 所以你要是挑了一个虾的咕噜 那你一辈子就受苦 那么圣帕帕德的话 讲了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虾子找不到路回 他自己村庄 那么有一个村民就跟他说 爸爸抓住一个牛 这个牛尾巴就行了 这个沟乳的牛尾巴 沟乳 沟乳 means cow 沟乳 那么当他抓住那个母牛的尾巴的时候 母牛就受恐吓了 他就开始跑 那么这个虾子也害怕 也紧抓不放 就没有放手 然后这个母牛呢 一边跑 一边就有拉死拉尿 给他又踢他 那么这只母牛呢 就是说冲到那个树林里面 冲到坑里面去 还能跑到林子里面 他还是紧抓不放 最后受到生极苦头了 回到村里面 家里人也认不出他了 说这个家伙竟然偷我们家的牛 然后拿棍子打他 所以人们都喜欢这样 他们选择一个犯主 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事实上的人也是这样 选了个假的咕噜 却一辈子坚守着他 最后受尽苦头 Rani Katsipu很生气了 他说呢 你以为你比我知道了更多 你比我更能够更好的控制感光吗 是不是比我的灵性老师 Sukhacharya还要高 怎么回事呢 你竟然能知道这些 而我却不知道 我也从事苦修了 我也有经典的知识 我也长得很英俊 帕拉达大军说 他说 父亲这还不够 除非一个人 自顶 一个纯粹奉献者的主下 也就是顶拜在他头下 那么这种灵性导师 免于所有的物质欲望 和所有的障碍 那么这个词语 代表触碰了莲花组 完全沐浴在 这样的一位灵性导师 这个词下尘土 不然的话 一个人的心意 是不会受Krishna所吸引 那么 Hiranya Sipu 怒不可恶 这个帕拉达就像一个 有刺的树一样 Vishnu像一个 斧头 因为这个有刺 那种树的话 是做那个斧头 这个饼是很好的 很坚硬的木头 他说他们将砍倒 这个恶魔家族 这个堂香树 他说 尽管你是我儿子 我也要把你杀掉 那么如果这个呢 手的话 快死了 那么就要砍掉 那么他说 我一定要把他杀了 那么他命令这些恶魔 把他砍了 把他呢 烧掉 把他扔到海里面 等等 Pralatmaj he never prayed O Krishna save me Pralatmaj 从没有说祈祷 O Krishna救救我 he knows Krishna makarada ke Krishna mare rakake Krishna wants to kill you No one can save you 那么他知道 Krishna如果想杀你 没有人可以救你 Krishna wants to save you 谁能够杀你 所以Pralatmaj he just remembered Krishna 所以Pralatmaj 就想着Krishna Deva he is the guru of Smaranakya Bhakti 因此呢 因此他被称为 Smaranakya Bhakti 这个代表 We only remember Krishna when we're happy but when we're sad we forget him 那么我们只是快乐的时候 想起Krishna 伤心的时候 记不得 他说我是这样子的 我快 我高兴的时候 我想去Krishna 但是Pralatmaj 在所有处境中 都记得Krishna 有人想砍他 把他砍碎 把他扔到 这个大象的脚下 那么这大象呢 闻到他身上的味道 成为他的朋友 把他扔到 这个毒蛇 这个瓷子里面 那么Pralatmaj Pralatmaj的影响 这么厉害 那么甚至蛇 都放弃他们 好嫉妒 这个心态 他们给他下毒 那么Pralatmaj 把这个东西 供给Krishna 这个毒药呢 不能够影响他 他把他们 放到油锅里面砸 把他从山上 推下来 用火烧他 那Pralatmaj 一点都不受影响 Hirani Kassipu 很伤心了 他说这个孩子 的力量无穷了 Sanda Anamaka said Don't worry, Maharaj He's a young boy He can be changed 那老师就说了 不要害怕 Maharaj 他自私的小孩子 还可以改变 He's like a green bamboo 像一个嫩的竹子 可以随便的 熬的 所以他再回去再教育 再回去再教育 教他政治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I offer my humble obeisances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times on to the lotus feet of my Gurudev I also offer my humble obeisances on to my Gurudev Siddha Bhakti Prakyan, Keshirugaswami Maras Siddha Bhaktivedanta Sarmimaras and all our Acharyas in the line of Si Siddha Rupagoswami I also offer my humble obeisances to all the Tridandi, Sannyasis Vaisnavas, Vaishnavis All guests who have come here To here, Hari Gita We are very fortunate Rupagoswami Iquality Yes, prize id sensitif So we're very fortunate That we've come here Under the guidance ofGBuru and improve Vaisnavas We are receiving 我们非常幸运在徐勒库的指导下来聆听这些秘密的教导 可以让我们从生死的轮回中解脱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的机会 我们这几天都一直聆听了这方面的命题 就是说珍贵的珠宝 在这条奉爱之土上这些珍贵的珠宝 今天我们聆听的是圣布拉德马哈达这个故事 那么他是怎么样的伟大的一位奉献者 如此的容忍 如此的慈悲 那么尽管他的父亲是一个恶魔了 一个纯粹的物质主义者 对Krishna 知觉等等完全没有兴趣甚至是嫉妒Krishna的人 但是他非常有耐心的向父亲解释了相关的这些命题 什么叫奉爱等等这些方面的命题 那么在现在的社会的话呢 科学家们的话呢 很努力地想在这个科学领域的进步 那么他们还想着呢 怎样子呢 能够呢 不要变老 变得永生不死 甚至印度这么古老的国家的话呢 也被深受这种物质科学所迷惑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 Hiranyika Sipu 他比任何一个物质主义者 比任何一个物质主义者 任何时间存在过的物质主义者呢 都更为先进的 那么我们从Shipad Padmanabha Maharaj 那里听到了 类似于永恒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那么我们从Shipad Padmanabha Maharaj 那里听到了 他怎样已经取得了 类似于永恒这种东西 他甚至扭转喀玛业报的定律 能不能的话 他甚至去骚扰和恐吓那些 想过灵犀生活的这些众生 但是呢 却控制不了他这个小儿子 这时候心意越来越受到一种激热 为什么我连这个小毛孩 我的小毛孩都控制不了 我们从Shipa Damodarmara 他们把Hirani Kasipu参加了 别担心 我们都会担心 我们从Shipa Damodarmara 听到他的老师安抚他 说不要担心 我们会把它弄好 他说他十个小孩子 还可以变的 那么最后他的老师 就教授Praddata君 这些恶魔的孩子们 Praddata君听得很好 他行动得很好 他就觉得Praddata君 行为很好 而且也很进步 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但是Praddata君 他从来没有觉得 他老师教的东西有任何价值 总是在内心 冥想自尊主 记起他灵性导师 讲述的 关于自尊主的荣耀 他从他母亲的肚子里面聆听了六万年 直接从圣者Narada Muni口中去聆听这些东西 所以Praddata君是完全的装助其中的 完全的冥想 专注于冥想的自尊主 那么他的老师就说了 他的孩子学得很不错 今天我们要他就是广力 所有的其他的同学 做班长 那么他老师跟他说了 Praddata 你照看 这个同学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Praddata认为这是个环境的机会 那么这些同学就说了 现在可以玩了 可以大家一起玩 非常地好 就是说了 很兴奋起来 Praddata说 听着我的朋友们 他说 Komara Acheret Prakyo Bhagavad Dharma Tamiha Tullabam Manushya Janma Tat Api Adruvam Arta Dam 他说 这个物质的生命 人的形状 他说这个人生 这个人类身体的诞生的话 是非常罕有的 尽管如此的短暂 但是他却能够给我们 完美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最高的福祉是什么呢 就是对自尊主 这个贡献服务 The human form of life only allows us to engage in pure devotional services to the Supreme Lord 那么人生的话 给我们这个机会 去做对自尊主 做这个纯续的这个 共性服务 所以Bhagavad Dharma 我亲爱的朋友们 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 从现在开始 从你们这个孩童时候开始 那么在自尊主永恒的服务之中的话 不仅呢 这世快乐 来世也如此 那么这个学生就说了 他说 Bhagavad Dharma 那享受生活又怎么样呢 我们还得学一点随门技术 然后呢 可以呢 养家糊口 所以Bhagavad说 Don't worry for anything Simply engage in devotional service Already the Supreme Lord is looking after all living entities He's looking after the animals after the trees after everyone 那Bhagavad说 只要从事复现服务就行了 自尊主在照顾一切生物 那么像动物等等的话 都没有问题 Don't make any effort to attain more happiness in this world or try to diminish your distress 所以的话不要特别的努力 去增加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快乐 或者是减少你的痛苦 Bhagavad Dharma by our previous activities Already this is destined to happen to us 那么呢 极有我们过往的行为的话 这些东西已经是命中注定的 我们相反应一个百分之百的精力 专注于Krishnan之觉 对主的服务 Any material duality Happiness distress Beauty Ugly Sick Healthy Rich Pore Man Female All these dualities We will easily overcome And we will always be absorbed in devotional services 那么如此的话呢 你才能够轻易地跨越 物质双重性 美啊 丑啊 穷啊 痛苦啊 快乐啊 男的女的 等等这些东西 But Pralad We have heard from our teachers That life is mean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sense gratification For enjoying heavenly happiness And attaining liberation 那么呢 同学呢就说了 Oh Pralad 我们从老师那里听到了 人生的话呢 就是拿来 即时享乐的 就是为了经济发展 为了感光享受 为了来世的解脱 They've given so many good teachings in this regard 这方面的话呢 他们给了很多 这方面的教导 So why not follow this And at the end of our life We can perform some devotional service And we can go back to the spiritual world They said 为什么不可以继续 这些教导呢 在我们往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灵修 回到灵性世界 But Pralad said No Don't worry Yeah To think That at the end of your life You will engage in devotional service Just now you should start They said 不要呢 想着你年老的时候 再去修行了 现在就开始吧 They said But suppose You may live a hundred years 就像你能活一百岁 Then what will happen Fifty percent Of your life You will waste in sleeping They said 那又怎么样呢 百分之五十 就五十年的时间 就让他会在睡眠中 And the last twenty years Between eighty and hundred You cannot do bhajan 那么后面二十年 80到一百岁 你根本休不了 你需要很多 这个帮助才行了 No Good memory 记忆力也不好 健忘 Mind will always be absorbed What happened in what happened In the other part of your life 那么这时候呢 我真的总想着 以前的 以前的发生的事情 你自己的儿子 孙子 家里动物 家里面的财产 你的敌人 没有 没时间再灵修了 所以现在就开始 And what more If you think you should You will be happy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n what happens Twenty years The first twenty years Of your life You'll have to engage in study To learn some profession 所以就算你觉得 生命是为了经济发展 的话呢 那么你前面二十年时间 也在浪费在学习 各种职业 以谋生 Another twenty years Wasted No time for bhajan 所以这二十年又浪费了 没有时间做 bhajan 靈修了 所以物质主义的教育的话 不能够给我们 这个灵魂 增加快乐 他说灵魂只是因为 你做了这个 Krishna bhajan Krishna灵修才会快乐 所以朋友们 从现在开始吧 所以百分 五十年的时间 已经浪费了 就睡觉 没有时间做灵修 Twenty years at the end of our life Wasted No time for bhajan No proper memory Always engaged in thinking remembering what happened in our life 那么后面二十年的话 已经年纪很大了 没有经历在从事灵修 总是记起年轻时候发生的事情 The first twenty years wasted What remains in between Some years we will have to give full attention to our family to enjoy so many social activities No time for bhajan 所以剩下的时间的话 我们要照顾家庭 还有很多社交活动 没有时间 才去做 bhajan So don't think that you should do bhajan at the end of your life Just now my friends You should start 所以别想着你年老的时候 再去灵修了 从现在开始吧 朋友们 While you're still young Your memory Your intelligence is very fresh and alert You cannot once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of Krishna Bhakti 所以年轻时候 记忆非常之好 就说什么东西 一下子就能记得 所以对我们的灵性 非常有利 So his friends are Blaat We never heard these things from our teachers How did you discover this 那么这些朋友就说了 Oh Blaat 我们从来没有 从老师那学的这些东西 你怎么发现这些道理 How did you attain 你怎么得到这方面的觉悟 So Blaat 说 Guru Shur Sudadhanaya Guru Shur Sudadhanaya Guru Shur Sudadhanaya Sarda Labda Arpanayana Cha Sangayana Sadhu Bhaktanam Ishhara Aradhanayana Cha He said Guru Shur Shur Bhaktaya With love and devotion We should surrender completely To Bonafide Gurudev 他说以坚定的信心的话 我们要完全归一 这个古鲁 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的一切东西 都归一在祂的圣主之下 Under His guidance In the association Of Sadhus Advanced Devotees We should learn How to worship The Supreme Personality Of Godhea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hri Guru And Vaisnavas 所以在他的指导下 在Vaisnava 纯粹的 Guru的联谊之中 我们学习如何去崇拜 自尊主 So Pralat explained How he obtained this knowledge And all the students Became very inspired We want to also Practice Devotional Service So Pralat 向他的同学 解释了 如何去达到这一点 做的事情 所以这些同学 生受鼓舞 都想请出席 Please Pralat Explain us in a very simple way How can we engage in Devotional Service So Pralat 請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如何能够 从事予的父性服务 Then Pralat said Very simple You all listen to me And you repeat me 所以 Pralat said 非常简单 你们听着跟我说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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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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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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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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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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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ey Hare Rama Hare Ramo Hare Ramo Rama Rando Hare Hare What the hell are you on there? Krschna Krschf Krsch Krschna Krsch Krsch interessant 你从哪里得了这些力量 那时候我得到这些力量 从同一个源头你得到那个力量 那时候你总是谈到变全万有的人 我没看到他 是他在这个柱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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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他是灵败的 你是灵败的 但是你以为你是永恒的 我会给他一张 你会给他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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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你必須解釋一下,他們會覺得這很奇怪 所以在Hiran Yakisipu,一瞬間被主,Mishihadev,滅滅 我們現在結束了Brother Maharaj這段歷史 總是要追尋Brother大軍的步伐 當Prasad Maharaj left his father,Bhartha Maharaj left her mother Gopi left their husbands All became happy So those who are giving So many obstacles in Hari Bhajan Whether they may be son,daughter,husband,wife,anyone We should give up them at once and do Bhajan We have come from this world,in this world,only to do Bhajan,nothing else So from today,with more enthusiastic,you should do and go on doing Bhajan 然後呢,Prasad Maharaj最後呢,離開了自己的Bhajan 牽哦 And this is a project that is Cine